好,各位听众,那我们就要来我们这一个场次的Zero Day发表会了。 那我是这一场Talk的主持人兼Speaker,我叫Alan。 那我们这场Talk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其实会有,包含我会有四位讲者。 那我们主要的内容是,我们会介绍说什么是HitCon Zero Day, 以及呢HitCon Zero Day的年度的几个报告,包含说我们的通报漏洞的一些数据, 我们的使用者,我们有多少企业等等,以及呢我们有推出一个新的功能, 那算是一个蛮大的功能,就是叫做人才媒合的功能。 那我相信说,各位今天一整天在我们研讨会上面会看到很多企业会增采。 那各位你们在你们的公司,你们的组织也会发现呢, 资安的人才是很难找的,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功能呢, 可以让各位知道,这个平台可以帮助你们找到资安专家, 那也可以帮你们去找一些更多的能量跟资源来帮助你们。 那除了我之外呢,下一个部分我们会邀请三位不同的演讲者, 那他们都是来自网络上,可能有台湾的,可能有香港的,有其他国家的。 那他们都会有为了一些软体网站的安全呢, 会到Zero Day上面去投稿,会去通报漏洞。 那这些通报漏洞的经验,跟如何挖掘这些漏洞, 都会在今天的talk中来跟各位分享。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talk的一个主要的主轴。 当然呢,能够跟通报者这么近的接触到, 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所以我也会用一些访谈跟QA的方式呢, 来去问一下他们是如何去挖掘漏洞的, 以及呢,他们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他们跟企业跟组织沟通的状况怎么样。 那因为这个talk其实占了两个slot, 所以我们时间算是很充裕, 因此呢,各位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请各位不要害羞,就随时举手发问。 那我们就先来讲一下有关Zero Day的部分吧。 那我首先先自我介绍, 我叫Alan翁浩正, 那我目前是DevCore的执行长, 以及呢,我是台湾客协会HitCon的常务理事。 那我在HitCon这边呢, 我在以前呢,是负责HitCon community, 所以我是前前任的总招, 所以HitCon今年是第15届, 我就参加HitCon第15年了。 那我们其实希望呢, 我们能够利用駭客的力量, 来帮助台湾政府跟企业, 因为駭客这个词其实是很中性的, 相信各位今天听到很多议程呢, 全部讲的是駭客的技术, 駭客的手法, 不管是很刁砖的, 或者说是一些很侧月面的, 都是駭客的技术。 駭客的技术,駭客的能量, 可以帮助台湾, 这是一定的。 那HitCon也用这15年来证明说, 駭客的能量是绝对可以帮助企业, 帮助台湾的。 那我们也推出了很多很多的活动, 例如说, 像各位有看到说, 我们有一个叫做HitCon的Hector, 就是我们的密室脱逃。 我们求的是呢, 我们能够推广资安的概念, 给更多人知道, 包含甚至说到学生, 或者是高中生、中学生, 都可以知道资安的重要性, 这样我们未来的人才才可以更多。 那我也负责HitCon Zero Day, 所以先很快速地介绍一下, 什么是HitCon Zero Day, 有目前在这边在座, 有谁没有听过HitCon Zero Day的吗? 有的话点个头, 好,有, 那谢谢你们, 这样我就有东西可以讲, HitCon Zero Day是他的网址在 ZeroDay.HitCon.org 那这个网站呢, 就是一个漏洞通报平台, 那它的用意是在于说, 其实很多通报者, 很多的资安专家, 它最大的困境是什么? 它最大的困境是, 它无法跟企业沟通, 它无法跟政府沟通, 举例来说, 假设我今天是一个民间的好骸客, 我今天找到了一个网站有漏洞, 那我直接打电话跟那个公司说, 你好,我找到一个你们的漏洞, 我可以转一千万到我的账户里面, 那你们要修他吗? 那如果你们是企业的话, 你们会怎么做? 你们说, 这个是来勒索的, 这是来诈骗的, 所以他一定是不会用一个很正面的方式去面对这个骸客, 而是会想说, 我要质疑你, 我要告你, 我要找警察去抓你, 因此台湾的骸客们在之前, 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管道的话, 他无法跟政府沟通, 他无法跟企业沟通, 他找到漏洞怎么办, 他就自己留着用, 他藏起来, 或者甚至有人会说, 那我卖给一些黑色产业,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就会让整个组织, 整个大环境是越来越差, 越来越坏, 因此, Heakon Zero Day的重点在于说, 我们是个平台, 这平台是足够公开透明, 并且是取信于政府, 取信于企业, 而且也取信于民间的资产专家跟駭客, 所以说当今天各位找到漏洞的话, 欢迎到Heakon Zero Day上面去做通报, 通报之后, Zero Day的团队就会有审核组, 先确认这个漏洞是否是正确的, 是否有写, 这个描述是否写的是对的, 以及它的严重性, 它的技术细节是不是都正确, 然后再把这个漏洞, 寻找企业的窗口通报给它, 同时企业也有责任说, 我今天得到了这个漏洞的资讯, 那我会不会去修补它, 我修完之后呢, 我回报给Zero Day, 那Zero Day就会有一个进度条, 去显示说, 这个企业呢, 在几月几号几分几秒, 收到这个漏洞, 然后呢, 在什么时候呢, 修补完毕, 并且这个企业可以去要求通报者, 请他去做所谓的复册跟协助, 确认这个企业有把这个漏洞修补完毕, 那这样就完成一个, 完整的一个漏洞通报的机制, 那我们为了要让这个漏洞通报更完善, 我们在去年多的时候推出了所谓的Bug Bounty Program, 我们希望说各个企业呢, 他受到漏洞之后, 他如果觉得这个通报对我是有帮助的, 那我今天愿意去给予一些方式, 给予奖励, 像是我可以给奖状, 我可以给奖金, 甚至我可以请他来我这边工作, 去鼓励说这个漏洞的通报, 那这就是我们的漏洞的这个奖励的机制, 那所以我们是希望说, 让漏洞成为各位的助力, 而不是一个阻力哦, 那我们通报平台的任务, 刚刚都有说到了, 包含说, 我们希望能够确认一下, 企业跟通报者双方的沟通是顺畅的, 并且我们验证漏洞是存在的, 然后也避免通报者把漏洞做恶意的利用, 如果今天漏洞可以给企业看到的话, 那他就不会流到所谓的黑色产业里面去, 那这样的话对整个企业是比较好的, 那我们也会去避免说, 通报的漏洞可以让企业有这个责任, 把它修补完毕, 并且给予通报者适度的奖励, 包含说credit或奖金, 以及再往下, 我们希望能够帮企业寻财, 帮企业寻找资安的厂商, 对于通报者来说的话, 它的重点在于说, 它的功能是通报漏洞, 把漏洞的细节用markdown的方式, 完整的像写一个blog一样, 写给企业看, 并且他可以及时的知道说, 这个漏洞呢, 企业的回应状况, 它的更新的情况, 而且企业可以去用我们后台里面的一个私讯沟通的功能, 直接去做了解, 去做沟通, 举例来说, 假设有了通报者, 他可能是比较junior的, 他写漏洞的这个方式呢, 他描述的可能比较简单, 他可能企业会看不懂, 企业就可以利用后台的功能直接跟他去做沟通, 然后做一个传讯, 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个所谓的公开留言板,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漏洞通报, 如果你写得够好, 技术细节够详细, 并且它里面是有一个学习的价值的话, 其实它是可以作为一个学习的教材, 让所有的资产专家知道说, 这个漏洞是怎么样发生的, 那我该怎么样去做修补, 然后我们也做了所谓的积分留言板, 那我们可以去知道一下, 各个通报者他的贡献程度, 因为像我们有发现, 有很多的通报者呢, 他是通报了上百个, 甚至已经快要到千个漏洞, 到我们这个平台上, 因此他的贡献是不容易被磨灭的, 所以我们就会在, 等一下我们会去公告这个积分, 去公开的去表扬一下这些通报者, 那同时呢, 通报者这边还有一个是, 媒合企业的职缺, 这我们等一下最后会做介绍的, 对于组织来说, 也就是对企业来说, 我们其实后来把企业账号, 企业的这个词呢, 换成组织, 因为有些这个协会啊, 或者说有些学校跟我说, 他们不是企业, 那他们可以申请吗, 当然是可以, 在我们平台上的角色, 除了通报者之外, 还有所谓的组织账号, 这是免费的, 这希望所有的组织, 只要你是一个公司, 你是一个法人, 你是个学校, 甚至说你是一个group, 只要你握有一些主机, 你有管一些资产, 那你会被通报漏洞的话, 欢迎你来注册我们的组织账号, 注册之后呢, 你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你可以及时的去跟通报者沟通, 你可以给予他奖励, 你也可以去张贴你的职缺, 在我们平台上, 所以说我们这个是完全做公益的平台, 我们不收半毛钱, 当然我们也做了一些open data, 包含说我们有做API的interface, 跟TWS这边去做一个串接, 然后去方便他们去通报漏洞, 并且我们也提供了RSS的feed, 让各位可以去订阅, 比如说最近有哪些漏洞被公开, 或是新提交, 或是我们网站有公开哪些最新的消息, 都可以从我们的feed这边来看到, 那我们很快速地让各位看一下, 我们在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到今年8月, 我们推出了哪些新功能, 你们会发现说组织后台的功能是更完整的, 我们希望它的这个完成性, 完整性是更高的, 并且它也可以去让通报者协助企业去做复册, 然后我们也推出了Bounty Program, 我们也推出了私讯, 并且我们也推出了漏洞的参考资料, 让企业可以看到说这个漏洞我该怎么修, 它的防御机制该怎么样去做设计, 并且我们也有宣传公司的职缺跟媒合资安人才的功能, 那我快速地让各位看一下, 长的样子是怎么样,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组织的后台, 这个后台你们会看到说, 我们在上面可以很清楚地知道, 到底这个漏洞呢, 它的阶段是在哪边, 是新提交上来的, 审核过了, 通报过了, 修补过媒, 复测过媒, 以及公开了媒, 这个就是个完全公开的一个进度条, 而这个进度在前台也会去显示出来, 并且在下面它会显示说, 这几个漏洞是由谁通报的, 然后是由谁去更改这个状态, 这是完全非常非常详细的一个进度的说明, 再来在每一个漏洞下面都有所谓的公开的留言板, 所以企业组呢, 他可以去公开的说, 这个漏洞我看到了, 我修了, 我怎么样去做处理, 所以方便让所有人知道说, 这个企业是用正确的心态去面对这个漏洞, 并且用正确的方式去做修补, 那目前我们合作的对象, 当然我们是HeatCon Zero Day, 是我们跟台湾亥克协会, 这边是最紧密的合作, 但我们也包含说跟TW社CC, 跟他社的, 跟其他民间企业都有很紧密的合作, 那我们来让各位看一下我们的新功能, 我们的新功能在, 我们先看一下统计的数据好了, 这各位可能会比较关心一些, 目前我们网站的使用者呢, 已经2200多人以上, 所以这个使用者的人数算是多的, 如果你们把它想做是骇客好了, 在平台上有2000多个骇客, 在那边帮大家找问题, 那我们的组织帐号的数量有400家, 所以有400个, 不管是学校、企业或是工协会, 都可以在这边去做漏洞的处理, 那这是我们注册的人数, 这个人数的成长其实是蛮有趣的, 因为我们是从2016年的年初开始推出的, 那当然推出的初期人数是比较少的, 但在我们经过一些比较大的event, 像是我们有在三月份的时候, 有在IT HOME的资安大会, 有做一次广告跟宣传, 那注册的人数就多了200多个, 然后再来就可能是在he account的时候, 然后在各种活动的时候, 注册的人数都是大幅的增加, 至于漏洞方面的话, 这个是各位比较感兴趣的,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反映在台湾目前资安的现况, 这是去年度2008年一整年, 我们所收到的一个漏洞通报的比例, 我们会发现说有43%的漏洞是sequent injection, 那有19%的是quelsite scraping, 我们会发现说这两种漏洞是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古老, 非常非常的简单, 但台湾还有很大多数的企业都含有这样的一个漏洞, 在平台上被通报出来, 因此我们认为台湾对于资安漏洞的处理跟学习跟开发, 都还有一段路要走, 可能很多的比较成熟的企业, 它其实对于资安是有足够的能力去做好了, 但台湾还有太多太多的中小企业, 它其实是不懂资安的, 再来是我们也有一些是比较严重的, 像是可能会直接被取得shale, 被取得控制权的, 有占2%, 那你们看到我们有这么多的漏洞通报, 有2%可以直接取得阻止的权限, 这也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至于其他呢, 包含说有一些资讯泄漏, 还有可以任意的上传档案, 任意的下载, 或者说呢, 可以去把档案include, 这几种都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那也非常非常多的通报者, 是针对这些类型的漏洞来做通报, 今年度呢, 有一些改变, 会发现最大宗一样, sequent junction, 酷塞screping, 所以这个真的是, 大家真的是需要注意的点, 但是呢, 有一个东西跑出来了, 叫做弱密码, 大概有6%的漏洞呢, 是在通报说, 预设密码没有修改, 或者说呢, 他们使用的密码是使用很简单的, 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些供给, 像是credential staffing, 或者说像中国里面讲的, 壮户供给, 现在很多的骇客都在收集, 各种各种已经外泄的密码, 然后来尝试去登录各个网站, 那像这样的一个通报, 就会反映在, 很多企业在买来一些solution, 或者他买来一些网站, 一些设备, 他从来没有改过密码, 导致呢, 会被这样来做一个供给的行为, 所以这个是今年度一个比较特别的点, 至于在漏洞通报的单位比, 我们有6%是通报在政府机关, 然后有10%是各个教育单位, 那有84%是其他单位, 那其他单位其实是很多民间的, 那因为这个分类太细了, 所以我们就不把它单独秀出来看, 目前为止,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年度最佳贡献, 在我们的2018年的时候, 其实这个资料在我们的官网上面, 其实都有公开, 你们可以到上方有一个排行榜, 就会看到说, 目前可以依照月份, 依照年份, 或是依照整个平台, 来去看一下, 到底哪些人的成绩好或坏, 这边要注意的点是, 名次高不代表说他最厉害, 而是他最有贡献, 最有贡献也不代表说, 他投的漏洞最多, 而是漏洞的量跟品质, 这个都是我们很在意的点, 所以我们每一个漏洞都会分两个分数, 一个是漏洞的严重性, 以及这个漏洞是如何去做描述的, 在我的观念里面, 对于企业的价值最高的并不是漏洞本身, 而是这个漏洞能对我有帮助吗, 你如何去陈述这个漏洞, 你如何去给予我一些建议, 这个建议对于我来说, 我是不是真的有帮助, 这才是一个漏洞的价值, 所以我们每一个洞都会分成两个分数, 这分数加全之后, 就会成为我们的排行榜, 所以这些通报者都是我们非常感谢的对象, 当然在骇客的这个世界里面, 他们不一定会想露面, 所以我就不一一点名说, 看你们是不是有没有在台下, 可能我看到很多都在台下, 那有人会问我说, 这个第九名是空的是怎么回事啊, 这不是bug, 是他就是用一个空字源, 做了他的使用者的这个名称, 至于2019年, 因为还没过完, 所以我先列出十名, 那这些排名都会不断的改变, 所以我们都非常非常地感谢这些通报者。 好, 再来我们讲我们的新功能, 就是说我们的人才媒合功能。 因为我自己有经营公司, 我的公司是做资安顾问, 做供给检测的, 那我们常听到我们的客户问我们说, 请问一下, 有没有好人才可以介绍, 因为在你们做完检测之后呢, 就会发现有很多的缺口, 比如说呢, 这公司没有资安的人员, 没有足够厉害的开发者, 那这些人要去哪找呢? 所以我们HECON Zero Day花了大概将近一年的时间, 开发了人才媒合的功能。 那各位不要觉得说, 这个功能可能有多复杂, 其实它就像是一个叫什么, 像是你们在研讨会上会看到张贴Job的那个看板一样, 只要你们有注册组织账号, 你们就可以在你们的后台呢, 有一个功能叫做人才媒合。 你可以在上面列出说, 我缺哪些种类的人, 例如说, 渗透测试工程师, 然后或者资安研究员等等, 然后你会列出说, 你的公司在哪边, 起薪多少钱等等。 那再点进去之后呢, 任何使用者都可以看到说, 这个工作它的需求是什么, 那我们简单的分了几大类, 当然这个分类是未来各位可以再给我们一些建议的, 例如说它可能是做攻击的, 做防御的, 做研发的, 做研究的, 做试验调查的, 做顾问的, 或是要担任主管。 这样的分类是非常非常的粗略的, 所以真的非常欢迎各位给予我们一些意见。 那每一个工作的性质, 例如说它月薪的范围是多少, 希望它多久之内到值, 希望它工作的时段, 要职募的人数有多少个人, 以及去撰写这个公司对于这个工作的描述是什么, 它要做哪些的工作说明, 以及它的职业该怎么样去定义, 还有这个企业给予的福利是什么, 在这个平台上都可以去完整的写出来。 那你们会说, 那这个平台对于我用104跟用这个有什么差异吗? 差异很大, 因为我们是一个漏洞通报平台, 我们最能够知道说, 每一个使用者他是否有贡献, 他是否有做过漏洞的通报, 因此在这边我们会有一些工作条件的设定, 例如说, 我们会希望它这个企业组能够定义说, 你的学经历, 你的语文表现, 专业技能, 以及你在Zero Day的网站上的排行, 所以你排行越高的, 企业有可能说, 我这个职缺, 我只想要邀请20名以内的来我这边逃履历, 所以企业组他可以很快速的知道说, 我要贡献多的, 贡献多的他的能力有机会是比较好的。 那每个公司都可以去定义说, 他们公司的资讯, 例如说他的公司阶段, 他是在startup吗? 他在募资吗? 或是他已经上市柜了? 然后他公司的基本资料等等。 在公司的页面, 点进去之后也可以看到说, 这个公司他总共有缺了哪些职位, 例如说他缺研究员, 他缺攻击手, 他缺防御的人员, 都可以看到。 任何的会员, 当看到一个职缺之后, 我会很感兴趣, 那怎么办呢? 当我点选这个职缺之后, 我可以在后台的沟通功能中, 可以去跟这个企业组沟通, 例如说他可以说, 我对这个企业有兴趣, 像在这边是, 企业可以去用我们内建的宣传功能, 去投放讯息到在内的各个会员, 他可以去设定一个排行的名次之内, 他就说, 你好, 我们这边有一个很棒的工作机会, 那你是我们的目标候选人, 然后你如果有兴趣的话, 欢迎你投履历到我们这边。 这个讯息传给使用者之后, 使用者就可以回应说, OK, 这个让我考虑看看, 我很感兴趣, 那当他点选这个职缺的时候呢, 就可以看到说, 他邀请的这个职缺, 他详细的描述是什么, 这样的话可以节省这个企业组, 再跟人才沟通的时间。 那这个就是后台, 企业组就可以在这边呢, 直接去张贴, 去撰写, 我缺哪些种类的人, 然后呢, 我要怎么样去寻找, 我这个公司的基本资料是什么, 以及呢, 我这个职缺的基本资料, 我要找怎样的职务名称, 我的职务的类型, 工作的地点, 月薪, 招募人数, 工作时段等等。 那同时, 我们也有一个宣传的功能, 这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企业组只要点这边呢, 就可以去发送私讯呢, 给在内的某些特定的使用者, 例如说, 贡献度在多少以内的, 像在这边, 他就说我要宣传哪一种职缺, 那他的贡献度是几颗星的, 像一颗星或是到五颗星, 那这个贡献度呢, 它是综合了他的评分, 跟他的各个表现, 来去决定说这个人的贡献度高或低, 下面就可以去选择说, 我们的讯息内容是什么, 然后就会去发讯息给大家, 有人会说呢, 那这会不会有spam的这个效果, 就是说会不会有企业不断的去发讯息去洗, 那我们其实是有限定的, 例如说, 这个企业呢, 只能在多久的时间之内呢, 发送几个讯息, 所以我们比较会是用这样的方式, 来避免spam的问题, 好, 那以上介绍完我们的新功能, 所以我们在这两年呢, 我们做的功能, 包含说, 洛龙奖励计划, 那其实奖励计划, 虽然说我们公开的奖励计划比较少, 但是呢, 其实在我们的后台, 大概有将近60件, 是有企业呢, 主动的发这个感谢函或奖金去给通报者的, 所以洛龙奖励计划其实是有在运作, 只是它都是所谓的私人的, 都是所谓是private的, 那再来我们也做了人才媒合跟求职的功能, 那这些功能都欢迎各位多多使用, 并且呢, 给予我们建议, 因为像很多企业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们可以跟我们说, 你们想要怎样的功能, 怎样的形式, 那么都可以去排入我们的开发流程当中, 去满足各位的需求, 所以, 以上是我在这一次, HitCon Zero Day的新功能的发表, 为再次的希望呢, 能够让漏洞这两个字呢, 变成企业的一个助力, 好, 以上是我对于HitCon Zero Day的年度报告, 跟新功能的说明, 简短的开放发问,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疑问要问我, 没有的话呢, 那我们就邀请后面的三位通报者, 那我们先欢迎第一位通报者, 他的名字叫Chris, 他来自香港, 那我们等一下会跟各位做个自我介绍, 请大家掌声欢迎Chris, 谢谢。 谢谢。 那我就站到旁边了, 那我们先请Chris自我介绍一下。 好, 谢谢。 那大家好, 我们是从香港U-Domain过来的一个Penetration Tester, 今天我们就会发布一个两个的漏洞, 我们如何用两个不同的漏洞去做, 就是把那个网站的数据库的所有资料拿出来, 那我们会用一个故事的方式去说明一下, 就是说我们一开始为什么会有这个的project, 然后我们发现了什么东西。 那先介绍一下自己, 那我是从U-Domain的Cyber Security Analyst, 我是主要做一些Penetration Tester的一些工作, 然后我也是VXRL的member, 那大家可以看到今天三楼其实也有VX Village的一个摊位,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缓一下一些, 可能是Hardware的一些Security Research, 那今年还有像一年, 其实我也是在DevCon里面做一个的Crew Member, 去教大家去怎么去做一些Mobile Forensic的一些东西, 然后就自己也有做一些Security Research, 就是之前就无聊写了一个Facebook的Botnet, 去跟Facebook去做Communification, 这样子,那下面就试一下Certificate, 那另外今天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的Speaker的, 其实就是我的同事Louise, 那他也是做Penetration Test的, 那他主要就是比较有兴趣去做Web的Penetration Test, 然后他自己也比较有兴趣去做一些逻辑上面的东西, 那重点也是一个Female的Hacker。 好,那开始我们就是怎么去, 为什么会做这个Project, 那其实是一开始上一年9月左右吧, 我们就有一个的Request, 就是一家学校跟我们说, 我们有一个的Render的Product, 想我们去测试一下有什么漏洞这样子, 那其实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 我们的第一个感觉就是, 这个是一个很老牌的一个的Education System, 那应该我们从网上也没有看到什么的漏洞, 我们猜应该也是安全吧, 这样子的想法, 然后我们一直在做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很多奇怪的东西, 那我们待会会说明一下, 然后我们就发现, 我们就跟他们说, 他们就跟我们说, 其实他们有Cow的Version, 有一个On-Perm的Version, 还有就是一个Dedicate Surfer的Version, 那他就说, 如果你方向Cow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就拿了一个Cow的Education System, 我们也是跳过了, 就是做了一些Seq Re-Injection的动作, 那之后我们就比较好奇就是, 因为其实很多香港的学校也是在用这个的System, 然后我们后来也发现, 其实台湾也有用, 那我们就很好奇就是, 那个Education到底有多大, 然后我们可以拿到多小的资料, 所以我们就, 我们老板就是U Domain, Eric Fang就帮我们去找了一些, 找了一些人去帮我们去, 就是帮, 找了一些有兴趣去做Penetration Test的学校, 去做这个的Project, 那我们其实就是在想, 看一下有多大的Impact, 还有就是有没有一些数据, 我们有找到有多大的漏洞, 还有就是比较Cow的漏洞是什么, 然后做一些的分享这样子, 那之后就给Luis去说一下, 大家好, 我是Luis, 在这个学校的Project中, 我们测试了大概有十间的香港学校, 去做一个Penetration Test, 他们会提供一些网站给我们, 比如说他们的主要网页, Internet, 还有一些网上的电子学习平台, 我们从这一些资讯里面, 可以得到有什么客们的漏洞, 会存在学校的系统里面, 然后我们把一些结果, 还有一些建议告诉给学校, 那我们用了99个小时, 去做Penetration Test, 从这一些时间里面, 我们找到了多大170个的高位的安全问题, 从这一些安全问题中, 我们可以得到学生或者是老师的个人资料, 包括了他们的声名, E-mail, 或者是个人身份的ID号码, 刚才Intern也说过了, SQL Injection是很古老的东西, 不过还有台湾也有43个百分比的网站存在着一个漏洞, 也差不多就在二十几个网站里面, 却有多达一百多个SQL Injection的问题, 还有65个Cosite Squidpan的问题, 我们把这一些学校的漏洞分成了四大类, 比如说有学校的技术员会把Database的Password储存在server里面, 而这一些Password也是没有加密的, 就是每一个人都能看得到, 而且他们也很喜欢用一些不再自然的软件, 或者是OS System, 比如说他们会用Zoom 1.0的版本作为他们的网站, 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就是大家也可以找到Zoom 1.0版本的漏洞在Google上面, 最后就是这个SQL Injection了, 那我们来补充一下吧, 刚才的一些数据其实我们觉得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 我们发现有一些的身份证号, 就是我们有每一个学生, 每一个家长, 每一个老师, 还有一些已经离开学校的一些同学, 他们的所有的个资也是在那个Database里面, 那我们如果有一个Injection进去的话, 其实我们就可以把整个学校的所有数据全部都拿出来, 那然后我们就发现, 其实刚才说了, 有一些的Database的Password, 其实我们也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file叫login.txt在里面, 那对,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加密的那个Secretkey也是在里面, 那其实也是比较严重。 然后我们就是一开始在想, 如果是一般我的想法也是, 自己就是学校自己去做一些开发的一些application, 一些应用的情绪, 应该是比较问题可能是大一点吧, 因为就是资源的限制, 一般他们开发的一些情绪应该是比较, 比就是一些commercial, 一些向用的产品应该是比较危险, 可是我们在这一次就是发现, 原来我们在做一些向用的一些原检里面, 我们发现它的漏洞比就是学校他们自己做的还要多。 我们发现只有很少的学校会自己设计他们自己的网页 大部分都是用open source的CMS去做学校的网站 其实我觉得用open source的CMS系统会比他们自己设计的好 比如说wordpress,wordpress自己有他们的bird find tree program 所以会有很多的人会抱着一些漏洞 不过可似的是学校的技术员都比较不会做更新 就是用很旧的CMS version去做学校的网站才会有这些安全的问题 然后他们还会有还会遇到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香港大部分的学校都会用同一间供应商提供的网站平台 就是说如果这个系统有一个漏洞的话 那大部分的学校都会有同一个漏洞 还有这些产品已经是已经有20年的历史了 就是有漏洞的话也是无可避免的 然后当越来越多人使用这些系统之后 学校的技术人员会更难去找一些代替的系统去换到原本的 这些是我们从这个网上学习的系统中找到的 Secret Ingestion 先分享一下我们是怎么样去找到 我们登录这些网上平台之后 发现他们的版面中有很多这些什么ID啊那些 我们就把它放在一架Map中 那就成功了查询到他们的Database 就他们的Database存了他们老师学生的一些个人资料 包括了声明地址等 就是我们还有把这个尝试了这个file upload在SQL Map中 也成功了算全了一些档案去他们的说法里面 那我补充多一下吧 其实我们刚才Alan的那个其中一个slide里面看到很多的漏洞 其实我们可以说就是在这个test里面 其实全部都中了 就是file upload vra shell remote command code execution 还有file read 的东西其实也是在这个平台里面 那我们也发现很多就是奇怪的一些Database 那其实也不是这是哪家学校的Database 字幕也在里面 还有就是一些attendance record 就是比方说你现在有一些学校 就是用智能卡的方式去签到 那其实哪些数据全部都是在同一个Database里面 那我们其实就把哪些东西全部都读出来 那我们就把这些的漏洞全部都包到那一家的vendar里面了 那我们就是一直在等 一直在等 等了半年左右吧 完全没有答复 然后我们就是比较好奇 那他们有没有真的收服这个问题了 那我们就去其中一家学校里面看 我们就发现他们有一个新的version 然后下面写了一些enhancement on什么什么的一些问题 全部都是我们汇部的漏洞 那之后我们就比较好奇 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 然后我们就发现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准备讲CVE的 两个CVE的分享 那第一个其实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个slash admin的一个folder 他要做一个basic authentication的东西 那一开始我们就是做一些最基本的东西 admin admin试一下有没有方法去登录进去了 然后我们就发现没有办法 我们完全没有办法猜到那个密码 然后我就一直很好奇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然后我们就在网上看到这个东西 就是怎么去 就是有一个hacker bypass他们的.hts as a record 然后读到里面的东西 那其实就是把现在我们做一些request的时候 有一些比较common的一些http rep 比方说用get用post 用head这些request 然后他们就发现不知道为什么有人用一个request叫做guest 那是一个不存在的一个http web的method 可是他就变成了get的方法 直接读取了里面的content 那我就试一下用这个方法去读 然后我就发现我bypass了slash admin的那个平台 然后我进去了 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就是如果你用guest request去request这个slash admin的一个平台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直接可以登录到那个管理的平台 然后里面有一些功能是可以读的 可是因为他在一些sub的folder里面 他也放了一些.hts的 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些的folder 有一些.hts的一些authentication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不能进去 可是有一些功能我还是能读的 所以我们就有第一步的漏洞 这个就是我们当时做的其中一个request 就是slash admin slash menu.php 那我们你看到我们只是把那个get的request加到了一个字 guest 那我们就直接进去把所有东西读出来 可是这个的方法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能做一些叫post的一些request 因为他也是当成是get的方法去处理 那另外第一个漏洞其实就是一个secure injection的漏洞 这个我们发现就是刚才bypass了那个admin的平台之后 我们就试一下看每一个的网页里面的功能 其中我们就发现一个方法 其中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去看一下哪些离开学校的学生的资料 去做查询的时候我发现有secure injection的问题 然后我们就直接可以读到里面的数据 又是可以做secure injection的动作 然后我们发现就是在 因为我们也试一下在台湾里面的一些学校 然后我们是发现就是有一些学校其实没有这个数据的 可是如果我们用这个的query的话 其实我们也可以做secure injection 也是可以把所有的东西拿出来 然后我们就是发现在台湾在香港 在其实是亚洲的所有用这个平台的不同产品 比方说E-Class的IP E-Class的Junior什么的平台都好 也是有这个漏洞 全部都可以进去做secure injection 那所以现在我们有两个不同的漏洞 第一个就是bypass authentication 第二个就是secure injection 那我们就把这两个漏洞圈起来去做一个attack 那我们用一个工具叫bird switch 那我们就把一些 我们就做了一些动作就是把每一个request里面第一行的get 变成了get 那这比较容易去做一个secure injection的动作 我们直接把secure injection的漏洞全部放进去就可以 然后全部都可以bypass authentication 可以拿到里面的资料 那大会可能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做一些demo 就是把其实我们把里面的一些.htaccess怎么写的那个方法也拿出来 然后我们做了一个比较简单的testing 那那个影响有多大就是我们发现其实整个亚洲 其实很多不同的地方 台湾 中国 澳门 还有香港 其实不同亚洲可以用中文的一些学校也有在用 这个不是全部的数据 这个只是其中一个的search engine里面的一些结果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漏洞 这个漏洞是在就是我们汇报之前的所有最新版本的系统 也是有问题 也是可以bypass traffic injection 然后我们就是把这个漏洞 upload到zero day hitcon的那个平台里面 然后还有通知了tw3 那大概60天左右 我们因为之前我们也说 我们其实跟他们汇报了 可是其实没有太大的 就是没有什么答复 然后我们就问了一下 就是从这边去upload 然后tw60天后问有没有答复 那其实我们是有一个meeting的 就是那个brander的公司有跟我们去做一个meeting 问了一下我们知道多少东西 问了一下我们用了什么方法去做 还有就是有没有其他东西没有跟他们说这样子 那之后他就问我们有没有可不可以做一些的free test这样子 那当然是 OK 那对所以其实现在很多的 其实现在的学校如果没有做patchering的时候 其实都是有这个问题 也是可以bypass admin 可以拿到里面的资料 然后可能做一个比较简单的demo 其实就是只是测试一下 解两个漏洞圈出来的一些影响 那其实就是刚才我说 就是跟刚才那个平台eclass的平台一样 如果你打slash admin的时候 它就会有这个版面 说是一个password protected的一个环境 你要打密码才能进去 这个可能是比较浅一点 可是我可以说一下 它都是去检查 如果你的request是get 如果是get或是post的一些request的时候 你就要做那个basic authentication 那这一次因为我们是用guest这个request 所以就不在这个验证的检查里面 那如果没有打就是401了 那现在我们就是加于s再试一下 然后就发现了那个就是回来的那个number是200 然后可以看到里面的查询的动作 那然后我就是查一下这个admin这个user是不是存在 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一个漏洞 就是第二个漏洞 就是sequent injection的漏洞 那admin是存在的 然后就试一下其他的e-security 那其实就是现在是做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检查 就是一些common的secret injection的query 比方说加一个单银行 单单single code 然后一些有问题的content 然后看一下 也是能看到里面的 也是发现我们可以拿到admin这个user的information 对就是然后就发现也是能查到admin这个user是存在 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是跟之前我们做e-class的测试一样 我们发现了这个inject point的时候 我们就用sequent match去做之后的部分 另外第一个部分就是 第二个部分就是我把那个get的request 就是第一行get的request变成guest的request 然后每一个进去的request都全部变成了guest 那现在运行之后 我拿一下现在的数据符 那可能就等一下 那就可以拿到里面的数据 然后其实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后 就是平常做sequent injection的方法 然后我们去拿一下有什么table 有什么column 然后去当那个usercredential这样子 那其实还有没有其他的方点 其实我们跟那个vendor去沟通的时候 其实他们做了一些demonstration 他们还有什么功能 那我们发现其实还有一些功能 就是我们测试的所有学校里面 我们没有看过 可是一看就觉得那个ID应该是有问题的 可是我们没有测试 另外还有一些 一些的 我们发现他有一些source code 其实做sudo的一些 gain a sudo的一些的permission去做 那其实可能也有其他的问题 那其实还有之后我们发现 我们通报到hikon zero date之后 我们发现其实还有 慢慢就有其他researcher 比方说vx也有发表了一些的 汇报了一些漏洞关于e class 那我们也看到有其他的人一直在 汇报在e class的漏洞 这样子 那其实应该是还有的 因为我们在测试的时候 我们发现每一个生功能 其实也是有一定的漏洞在里面 那就是解义师的presentation 看一下有什么问题 好 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想要问Chris 这一次Chris他们的通报 也算是蛮成功的一次 就是由香港的研究员呢 通报到台湾的hikon zero date 然后呢我们同时请这个 TWSCC协助我们呢 去做通报以及做CVE的申请 那我们这位参加者有问题 我是来自香港的 很简单 刚才你找到一个 差不多800到900个的 wannability的IP 可能有问题 然后呢你就通报了TWSET 那为什么你不报这个Hong Kong SET呢 其实之后我们也有跟Hong Kong SET 去通报一下 那其实他们也是知道 他们也有在处理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其实是有 两边也是有通报的 那他们也是知道 也是有在处理的 这个我可以帮忙回答 那其实Chris他们不是 直接通报给TWSET 而是他通报到Hikon zero date 那因为这个eClass的系统呢 在台湾很多学校也有使用 所以影响范围非常大 那影响范围大的这个漏洞 我们就会请TWSET协助 所以是Chris是通报到Hikon zero date 然后Hikon zero date请TWSET协助 所以关系是这样子 是像这样子 好 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我要颁个小礼物给他们两位 在那边 好 那我们感谢Chris的这个演说 那我们接下来欢迎我们第二位通报者 我们第二位通报者的 nickname是Jack 那请各位掌声欢迎Jack 然后在他装这个投影的时候 我也顺便讲一下 我们如何去挑选这个来分享的人呢 因为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通报者 其实都蛮优秀的 在前几次我们都有邀请不同的通报者来分享 那么想说今年度呢 我们希望是不重复邀请 然后呢我们也邀请一些是通报的数量很多 并且品质很好的通报者 那我们就来Jack 嗨 大家好 我叫Jack 那我今天想分享的主题就是 从软体人员思维去挖掘漏洞 那就先来说说怎么突然找起漏洞的原因呢 那这边还是要先感谢就是Alan 他们整个HECON团队提供了一个ZERO对的平台 让我们去挖掘漏洞 那其实突然想找起漏洞的原因是因为 之前其实对资安这块就一直意识到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最近在公司就有幸刚好处与资安相关的事物 于是我想说就找几个真实案例 让分享给公司的同事 说理解资安的重要性 那接下来我讲的主题 我会分享四个实际案例 那这些案例非常不好意思 因为是在六七月早的 所以到现在都还没公布 所以太详细的敏感资讯 我是不是就不会显示出来 那第一个案例就是 从目录浏览到LFI或者是RCE 那这边这个是某天我用Google hacking的技巧 我找到一个目录浏览 有目录浏览问题的网站 那什么是目录浏览问题 那很单纯就是 假设进入到example.com底下 它会进入到网站 那它会进到一个HTML里面 但是如果我改进到download这个flow的资料夹的话 它是可以浏览download里面所有的资料 于是我找到一个网站 我就默默看 我就看了一个小时 坦白说我什么都没看出来 那真的没有找到什么重点 那我开始来想 它会不会有一些重要的资料夹是隐藏起来 或者是说看不到的 那于是我就毕竟是神尾软体工程师 那平常写程式的话 一些资料夹命名 其实我相信全世界都大同小异 不外乎就是各位画面上看到的 那我后来去try了一下 我发现被我try到一个include资料夹 那上面的upfile资料夹这个东西 这是看它网站原始码得知的 那因为他们的admin都会上传一些图档上去 那在网站前端显示 于是我就看 就以这两个为契机 我开始看了这两样的东西 那我开始去看include里面 include里面有一个php upload php 那点下去之后就出现一个错误讯息 那看到错误讯息 看到错误讯息 我相信工程师应该都会做一件事情 对那就是google 我就丢到google上面 那很荣幸的我就直接找到原始码了 对 所以看起来又是一个copy paste的备产案例 对那我找到那个 那个叫什么 原始码的时候 那我就知道它我的request应该带什么东西 于是我就开始把自己的档案散传上去 那那时候想的想法是想说 来试试看那个local file inclusion好了 因为我想看看 能不能抓到它db的账号密码 那对后来还是被我找到了 但因为已经是半夜快两点了 所以我想睡觉了 所以我就后来就没有继续揣一些 例如RCE的东西 但是理论上来讲webshare是可以成功去上传到上面的 对 那这个东西我该如何预防 那其实在我就是设取的过程中 其实蛮多网站的浏览目标功能都是有被打开的 那其实做第一件事情就是请各位要关闭目标的功能 第二个就是不要直接复制别人的程式码使用 对那就好 第三个就是设置好robot txt 那这个robot txt我简单介绍一下 那设置这个东西可以防止google的那个爬从 爬到你的网站你不想给人家看的部分 那案例2其实也是从目标人到取的管理者权限 只是对这是上个案例顺便找到的 那这次猜到的是 对我猜到的是session 对看来真的是全世界都一样 全台湾都一样 对那猜到session之后 我就进到它的资料夹里面 那这边的话我就打码猜客 但里面的东西的话其实就是session的ID 对那这个网站它是把session以file的形式储存在这个floor的底下 于是我就试着把里面的sessionID贴到我的cookie上面 对发现可以登录耶 可是登录之后却只是一般的使用者 所以我现在在思考 那时候就在思考一个问题说 问就是它有很多个sessionID 到底哪一个会是管理者 对那这里的话 因为平常小网站的话知道说 其实的命权限的人通常session里面 它都会塞了一堆资料 那为什么会塞一堆资料 因为就要方便判断说 这个menu可能只有管理者可以登录啊 诸如此类的 所以以档案大小来讲 它应该会比一般使用者的档案大小还来得大 于是 对我就按了排序 那它就给我一个最大的session file 那于是我就把它的session的ID贴到我的cookie上面 那我就登录成功 以管理者身份登录成功了 那登录之后我还另外发现了就是这个网站他们的user是以明文 或者是可还原的方式存放 因为我不确定它到底有没有加密 但我相信应该是明文的方式 那再来就是这个网站它还被上传了一些木码 那代表说它应该有存在一些档案任意上传的漏洞 那这边的话该如何预防呢 其实前面也是就是关闭浏览入的功能 那再来就是密码请用hash处理 那档案上传的部分的话 因为我没有去抓到它这个漏洞 但它既然被上传了 那我相信 我就在这边也解 就是推荐一下大概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基本上就是尽量用白名单的方式 设置可以上传的副档 那再来就是扫描上传档案 那有的就是对上传档案去做hash 就做处理 不要以使用者输入的input直接显示 那案例3的话 这是一个third party library到一个 应该是算webshare 那这个是一个突然对档案上传很有兴趣的网页 我想说上传 来找我看上传 那讲到档案上传会想到什么东西 通常我们都会帮老板写一些 他想要弄个部落格 想要可以输入个文字 然后上传个图片 一个部落格就完成了 那这会有什么 那我就想到这点我就开始想 那有什么比较有名的编辑器可以使用 于是我去找到了一个叫做 fck editor的一个相关网站 那我就找了去用 那我顺便看一下这个官方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 所以我就去了它官方教学看了一下 我发现它有两个很有趣的API可以使用 第一个是它可以远端执行上传API 那另外一个API是可以读取目录底下的档案 于是我开始尝试 我先试了一下读取目录 我发现这个全部被我读到了 对 于是我开始尝试上传档案看看 不过因为在这之前 其实我找了大概有十家左右 其实他们上传档案的功能 其实都是有好好被关闭的 那很不巧这一家就是刚好被我抓到的 对 那于是尝试两个特性之后 我就成功上传一个web share 那就可以去执行一些share的指令 只是因为我拿到不是拿到root share 所以后面我就没有继续做下去了 那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要怎么预防 就是关闭那个圆端执行相关的设定 那随时追踪三个party library有没有问题 就像是刚刚地产Chris有提到 就是有些那个网站可能还用 那个比较旧版的1.0 那种CNS管理系统 那其实那些都存在很多问题 那有没有随时更新 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现在到我最后一个案例是 那这个案例的话就是 某天我找到一个管理后台的网站 找到一个网站的后台 那我发现在障意乱塞个单引号 那他就喷出SQL injection的问题 那我相信 对就是SQL injection 那我本来想说 这看来又是一个用这种payload 就可以进去的后台 对 但是我 我想错了 那我想说奇怪 用这样进不去 那他到底是怎么去 写这个程式的 于是我开始先用SQL map 做一个进行扫描 但我却发现 他只跟我说 我username的栏位 只有username的栏位 有SQL injection 但是password的栏位 却没有SQL injection 于是我开始想 以往有loaddown的网站 程式是这样写的 那这就是很简单的Sugar Code 那就是可能不会 没办法执行 但是就给各位看看 他里面的SQL是这样写的 所以当我带 单引号 or1等于1 然后两个减号的时候 他应该会被修正成下面那句SQL 所以这样我就可以成功登录了 但是这个网站却只有 username有SQL injection 所以他的网站的 可能是这样写程式的 他先用username去里面进行select select出来之后 再拿password进行 去跟request的password进行 去进行个比对 比对成功再给你登 错误我就不给你登 对 那我开始想到这点 我想说 那我就先来试试看到底 是不是我的假设是真的 于是我透过Union select orselect的方式去猜测 我开始在那边123456789 然后找到 原来这个DB他有9个栏位 我就try了一下 但是有个问题 对 我根本不知道哪个是password栏位 对 我想说 既然我不知道哪个是password栏位 好 那我就把全部都 那样的password栏位去试试看好了 于是我就带一堆1 然后跟password1 诶 错的 我那时候很难过 他跟我讲照片号错误 好 至少我验证一件事情 我的两个payroll都是正确的 所以我现在开始思考 为什么 password1等于1不等于 为什么1不等于1呢 对 很奇怪的问题 对 也许是这家工程师 他比较懂资安 所以他可能有点hash的方式 那hash我想不外挂 就是share1 256 andify share512等等 但是我并不知道是哪种hash 于是我开始去try了 比较有名的几个hash 之后我发现了 hash是andify 对 刚好被我try到 它的hash是andify 那这个就不像 这个就比较单纯 因为他只是用一个单一层hash 他没有用andify再加share256 这种多层的hash的方式 所以他 后来我就把我的payroll全部改成 都是1的andify的资料 我登录 对 那后来发现 登录后就成功了 所以上面这个payroll是正确的 那但是登录后有个问题 就是我只有更改密码的页面 对 我没有其他任何功能 所以那时候也觉得 也是觉得很难过 后来我就思考 通常登录网站 一定会有相关权限的经验 不是 讲错了 一定会有相关的角色 或者是权限去控管这个账号 它有没有权限去assess一些 maybe manager的页面 一些账号修改页面 或者是新建使用者的页面 一定会有这个东西存在 所以那问题就来了 这些栏位里面 权限的栏位是哪一个 那我该带录的值 又要带哪一个 对 这些我不知道 这时候我就往上看 我看到一个东西 我发现我刚刚输入的 一个栏位出现在右上角 对 后来想想 欸 蛮合理的 因为登录后 总是要有个地方 显示使用者的名称嘛 就像你去买 你去PC用Yahoo去买东西 右上角或者是某个地方 总是会显示你的使用者名称 对 那既然 Union or select出来的东西 可以显示的话 那我相信懂SQL的人 就知道 我现在可以干嘛了 对 我开始去 select它 所有的那个database跟schema 我去慢慢 就用这种方式慢慢dump出它 它的database名称啊 它有几个table 它重点table里面有什么栏位 然后 对 最后就有 最后就有抓到这个 这个table是哪一个 那它的栏位也符合九个 就是九个 一开始我测试 那我就发现它权限在第五栏 那而且我只要填上某某某三个中文字 那我就变成管理者权限 所以后来我就登录成功了 对 后来最后的pay都是长这样 因为我确认了 只有这两个栏位是比较重点栏位 其他栏位都是不太重要的栏位 例如username啊 userid啊 或者是maybe 这个使用者创建的时间 那这些其实都不重要 那我后来透过这种方式 就登录到他们的后台 那就以管理员权限 登进去 那后来我还有在做一些测试 我发现那时候做档案上传 我本来是在猜说 它会不会有档案上传的功能 但是没有 它档案上传那边做得很好 它那边就是用hash的方式去处理 那个上传的档案 所以它上传档案并不会以你 你实际上假设你上传叫一个叫做index.php 一般来讲的上传 它会用index.php显示给你看 但是它这边做的方式是把index.php做一个hash 然后再显示给你看 这时候就不会显示出可以执行的php了 那这个东西概入了一方 因为这东西最终还在于就是说使用者输入的值 那其实就是要过滤所有使用者输入的值 那也不能单纯用JAS的方式做阻挡 因为最终城市还是会到后端 对 OK 那最后我就结语了 那其实资产也是一种心法 那就是说 各位写软帖的人 就是要时刻记住自己城市 可能要偶尔自己测试一下 就是到底会不会有出一些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对通报者讲的话 就是找漏洞可以多坚持一下 因为就是有时候 就是有点像是国高中写数学 早上写不会晚上睡个觉起来就会 这种感觉 那再来就是 最后两个就是对企业说的话 那资产扫描的话 其实有一些现在一些open source 或wasp可以扫描 那可以去做free的扫描的方式 那再来第四个就是 不要相信使用者的input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使用者会输入什么奇怪的东西 那导致你系统错误 所以 该验证的还是得验证 对 没错 那我的分享结束了 谢谢各位 好 非常感谢Jack的分享 那我们一样 我们也准备了一点小礼物 要来感谢Jack 刚刚没有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Jack 都没有人好奇说 这个 你先回来一下 没有人好奇说 他是怎么样去学习资安的这个吗 都没有 好 那我们等一下最后再讨一问好了 那我们再次感谢 掌声感谢Jack 那我们第三位 那我们第三位讲者呢 他也是在我们平台上的贡献非常非常多 那他应该也会带来一些 这个漏洞挖掘的经验分享 大家可以想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这个 我们等一下最后统一时间 我们再来问一下 好 在等投影的时候 再跟你们聊一下 其实很多人都会说呢 挖掘漏洞感觉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跟辛苦的事情 那在我们的经验中 我们其实觉得 只要你够有耐心 然后有恒心有毅力 努力去做 甚至说在睡眠不够的时候做一下 可能也是会有一些比较惊人的发现 好 那我们再次掌声欢迎一下下一位讲者 哈喽 好像有 好 大家好 然后我今天要介绍的题目是 就是跟IoT弱点比较有关系的 然后我讲的内容会大概比较偏向 怎么挖IoT设备的弱点 然后我叫黄慧定 然后之前 之前有在打CTF的时候会用后面那个ID 不知道有没有看过 然后我去年刚从台科职工毕业 然后现在在这次会专手工作 然后从去年到现在拿了几个CV 然后接下来会介绍几个 我找到 然后跟IoT有关的几个CV 然后第一个是这个 CV 2018 16 2282 然后这个CV是发生在一台 公控级的路由器设备上面 然后它大概长这样 好像一台 两三万所以正常人不要去买的车 因为有点贵 然后它上面就是我发现的楼洞是 它上面有Command Injection 然后其实这个Command Injection要登录后才可以用 而且只是用到之后是就直接拿到root的前线 对 可是它这一页就是刚好可以Command Injection的页面 然后刚好又可以绕过登录 所以就拿到一个reosrc 然后刚好又是root前线 然后有兴趣可以看一下这个网址 然后上面有它的poc 稍微回来讲 就是其实在IoT设备上面 就是装置上其实会很常出现Command Injection 而且拿到通常都还是root前线 然后拿到之后就算要登录也是蛮好用的 所以这个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等一下会再讲到 然后这是今年找到的 然后这两个漏洞的话是发生在 华硕智慧家庭上面 然后它长这样 然后一开始看到这个可能不知道 它是在干什么的 然后就是如果你搭配买其他设备的话 就是可能像最左边那个是插座 然后再来应该是警报器吧 然后中间那个就是gateway 然后再来是门锁 还有其他之类的 然后如果你在搭配他们的app 然后你就可以像这样 就是你在 假设你在联hecon的wifi 然后你可以透过他的app 然后可能经过internet 然后控制那个管家 然后就可以开你家的门 或是开关插座 或是拿温湿度之类的资讯 然后这两个漏洞的话 主要发现的落点在这里 就是它会在你的智慧管家上面 开一个api server 对它会开一个po 这个其实蛮正常的 对可是问题是 就是你就是 它开这个api server 就是它几乎没什么验证 就是如果 只要有人送comment给它 它就会做事 然后这个comment的话 只要有usernate就可以做到 对所以就是你带usernate 然后再送comment给它 它就会可能就 你送usernate 然后开门它就会开门 然后usernate 然后开关插座 它就会开关插座 对所以其实只要有usernate就好 然后可是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只要送我要usernate 它就会把所有usernate全部给你 对所以 这个东西就不需要验证 就是只有下comment 还有哪资讯要验证 对然后 送usernate 就是拿usernate 这个东西就不需要验证 所以你只要拿usernate 然后再送comment就好 对 可是这个还有个问题就是 应该说这个 这个漏洞是第一个漏洞 就是cp2019 11016 11061这个漏洞 对 然后这个问题是 这台漏洞通常是装在你家的wifi漏洞下 所以通常有nate的保护 正常人不会直接 没办法直接可以存取到这台装置 对 可是 另外有一个问题就是 它连这边也开 就是你只要装 就是你只要装它家的app 然后它就会在 你的手机上开一个paw 对所以假设 你现在是连public的wifi的话 只要有人送拿usernate 然后再送开门 你家门就会被打开 对 对 然后就是它上面装的api server 就只是帮你 有话说吗 好像没有 就 它会帮你 就是有人送给你的手机之后 它就会自动帮你送到你家管家 然后再帮你做事 对 对 然后后来我就自己写一个程式 然后就是 这是它的app 然后左边是可以pass他们 应该说用程式来pass这些资讯 因为 它有一些command要做 对 所以我就写一个程式 就是可以拿这些资讯 然后左边是用我自己写的程式pass的 对 然后可以list的所有资料也可以拿到 也可以下卡面拿来开关下面的设备之类的 然后其实可以看到那个 最左下角的是20度 然后72度C 然后最下面那个应该是 也是差不多22.01度和72.98 它好像就做无条件舍去吧 然后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网址 然后里面虽然是用英文写的 可是我英文没有很好 如果看不懂我在写什么你就直接看call 对 然后这是这两个CV的细节 就是 也不是细节就是 版本资讯 如果你家有买这台的话就赶快更新 好像7月多刚上更新吧 然后现在这两个CV好像还是reserve 就是还是保留的 应该最近会被公开 好然后就接着进入今天的主题 就是我第一个一开始会先讲 怎么挖IoT设备的弱点的流程 然后先带过这个流程之后 再用一个简单的case study 来跟着那个流程大概做一次 然后这个ZD什么2019那个 就是我用大概算是这个方法找到 然后有通报成功的一个案例 然后这个流程先讲一下就是 它比较适合就是在IoT装置上 有整个答案系统的情况下才可以用 有些是没有的 所以这个方法是适合在装置上 可能比较大一点的装置之类的 对然后这是 对就是进入第一阶段的流程 然后这只是我自己习惯的流程 不一定要照这个走 如果你喜欢从后面做回去也是可以 然后一开始的话就是 第一步骤就是我会先拿到 那个装置的韧体 然后拿到之后就把韧体拆掉 然后拆掉可能会有很多档案 然后你就开始分析那些档案 然后分析完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做一些比较简单的explore 就比较简单的供给 然后如果做完之后有成功拿到shill 就可以开始做动态资讯的分析 然后分析完之后 拿到一些更多的资讯之后 你可以再回去做比较简单的供给 或是你可以去做一些比较复杂的供给 对然后接下来我会一一介绍每一个步骤 到底大概要干什么 好然后第一个阶段就是拿韧体 然后拿韧体 主要目的是拿到里面的filesystem 然后拿的话方式有大概可以分成两种 第一个是用软体的方式来拿到韧体 然后第二个是用硬体的方式来拿到韧体 对然后两个各有一些优切点 像是用软体拿的话 你可以不需要实际买到那台设备 你就可以拿到 然后硬体的话就是你要买到才 就是要直接碰得到才可以直接测试它 才可以拿出里面的韧体 对然后软体有这个好处 第一个就是不用买嘛 然后第二个是它也比较简单一点 就好拿 然后硬体的话就虽然它要买设备 可是有个好处就是 你有时候在网路上拿到的 用软体拿到的方式的韧体 可能是会被有加密过的 可是你用硬体的方式拿 可能会直接就是拿到没有加密过的 这个是硬体拿的好处 然后软体就开始介绍 软体大概有哪些方式 最简单的就是 直接从官网更新档 就直接抓下来就拿到 然后如果没有的话 有时候Google乱找也有可能会找到 然后第二个方式是 就是官网可能没有更新档 然后可是它有可能会提供相关的APP 像是一个APP 然后按下去之后它可以更新 然后你可以从那个APP 你就把APP拆掉 然后拆掉里面可能会有更新的网址 你就从那个网址抓出来 然后如果没有APP 它有可能会提供桌面版的 控制软体之类的 然后如果它是C型的 就有DIW 然后你就逆向一下 有可能也可以找到 然后不然就是第三个方式 就是你就直接趁装置更新的时候 然后燃它风暴流量 然后也有可能也可以抓到更新的网址 然后硬体拿的方式的话 就是你要直接把装置给拆掉 然后拆掉之后 可能就找板子上的chip 然后那个chip 其中一个有可能就是 储存整个答案系统的chip 然后你就直接把那个chip 烧出来 你就可以拿到整个氛围 然后第二种方式是 板子上有可能会有 debug port之类的 对 然后那些debug port 有可能你就戳下去 然后它就 有时候那些debug port 就会直接噴sure给你 然后你就要 就从sure再把 答案全部挡不出来 不然就是把memory整个挡不出来 然后就可以拿到 主要我们想要的东西 对 然后拿到认体之后 就开始可以进入第二步 就是把认体给拆掉 然后拆掉主要目标 刚刚又讲到 就是要拿到整个Filesystem 然后Filesystem 可以大概看出像这样的东西 就是 有点像一个Ninist跟目录 对 然后如果拿到这个东西 就有很多东西 可以做后续的分析了 对 然后做 对 然后拿到这个的话 就 算是这一步结束了 然后做法就是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直接beamwork eambeamwork 有.svtube 可能会看到 它可以 可能会有看过 就是 它可以自动帮你pass 那个档案里面有 可能会包了哪些东西 对 然后-1的话是 它直接帮你自动 全部extract 出来 就是拿出来 然后m的话就是 你拿出来之后 它还会帮你再做一次beamwork 就是递毁的做 然后第二种方法 其实 它里面实作也是用beamwork做的 然后它 好处就是 它可以自动拆 拆完之后 还会帮你分类分的比较好一点点 然后也可以自动包回去 然后这两种方法 不一定是所有 所有的分位都可以做到 就可能还有其他方式可以做 对 然后如果你已经拆到 就是拿到上面那个biosystem的话 就可以继续做 下一步就是开始分析 刚刚里面看到的这些答案 对 如果有拿到这个的话 就可以开始分析 里面的所有的答案 然后因为答案其实蛮多的 然后就从 可能比较有趣的答案开始找 然后 这里就列出一些 可能会比较 我们会比较有兴趣的答案 第一个是 可能是设定档之类的 对 就可以大概从下面这些 什么点看符之类的设定档 然后找看有没有设定错误 或是 有没有藏后门之类的 然后第二种的话 就是 密码档嘛 就是这些档案就可能直接藏密码 然后你拿到密码之后 有可能就可以直接登进去 对 不然就是key之类的也可以 也是有可能会有问题的 然后第三个是 也可以稍微找一下开机启动档 对 然后这些启动档的话 应该说有些厂商会 蛮喜欢把 后门之类的东西 藏在这里面 因为这些开机之后就会直接开起来 然后 不然就是 第二个 要找这些档案的原因是因为 就是 因为 这些档案是开机之后 就会直接跑起来的程式 然后 所以 通常如果 你开机的时候 它会跑可能web server 然后什么ftp server 什么之类的 对 然后它可能就会把这些档案放在里面 然后你可以从 这些设定档里面找到 开 就是 它有开的service 然后 也可以顺便找出 那个service 可能开了哪些po 然后这个其实对后面要做攻击 蛮重要的 可是 这些直接看的话 其实不是很好找 所以通常会再搭配 postgame来找出 可能那个po 开了 是有哪个service 开的 然后那个service 又对应到哪个档案 然后如果你找到那个档案的话 就可以开始对 那个档案做漏洞的分析之类的 然后如果你找到的话 是有原始码的程式 你就可以直接go remove 找漏洞 然后下面列出一些 比较常见的一些 有原始码的code 然后asp的话 可能会觉得蛮神奇的 因为它可能是linux 然后其实有一个web server 叫goahead 它其实预设就叫asp 可是它跟asp好像没什么关系 然后第二种的话 就是如果你拿到一个service 你知道那个service 然后拿到可能就是吸血的 然后它只有binary 的情况下 你就可以直接开 就丢进来到po 然后就逆向 然后不然就是后面那个 NSA之前释出的那个ghi抓 也可以丢进去 然后逆向找漏洞 然后这边可以特别提一下就是 因为这些device通常 应该说iot device通常都可能 会是用arm或mips寫的 就是比较不常见 就比较不会是我们常见的 x86或x64之类的cpu架构 所以像是IDA的话 我记得我习惯是用7.0版 对如果是7.0版的话 它我记得预设是不能decompile 了mips的cpu架构的程式 可是ghi抓的话就两种都可以 所以这边用ghi抓还蛮方便的 然后下面是一些 比较常见的finary 然后分析完这些档案之后 就可以大概看一下 然后就可以开始做一些 比较简单的exploit 然后这一步的话 其实只要先拿到sure就很够了 就是能拿到sure就好 就算要登录也是很好用的sure 对 然后找的方法 可以从以下这些开始找 就在IoT的device上 做web的office top 10 对 然后因为它其实有些设备都很常 会开一个 那个叫什么 web service 对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从 就直接测office top 10 然后其实 就是IoT设备的话 很常会出现conven injection 因为它常常要用conven 来做一些设定 然后也很常出现XSS 或CSF 然后不太会有sequent injection的问题 因为就是因为 它通常一个device 要做设定的话 通常就一两个答案就够了 不太需要用到一个database 来存资料 除非你是要打 那个device连回去的后端 才需要用 可能才会有用到sequent injection 可是不是完全没有 其实也是可能会有的 只是比较不常出现 然后也可以找一些 像是后门之类的 就像是它有可能会开一个web service 然后你只要戳那个页面 它就会把后门开起来 这个其实也蛮常出现的 不然就是有些设定档 它就直接开tellnet 然后可能shadow密码 就直接登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有 就是shadow密码有加密 如果很短 你可以直接就爆破 就爆出来 有可能可以爆出来 对 找后门就差不多这样 然后如果你拿到shadow之后 就是可以开始做一些 比较动态的资讯分析 然后条件是要拿到shadow才可以有 然后这一步的目的的话就是 就用各种指令拿到 实际运行的状况 因为刚刚有讲到 前面那些是只有档案的情况下 那些档案是 就是静态的 然后你实际整个机器跑起来之后 它可能会载一些东西 然后产生新的档案 然后这一步主要就是要做 拿出那些动态才会产生的档案 再做进一步的分析 对 然后如果你是用可能 commodation拿到的shadow的话 我一开始可能就会先开个shadow 拿到比较稳的shadow 后面会比较好做一点 然后接下来可以用个nestless和ps 可以比较明确的知道 到底哪个port 然后开了 哪个port是由哪个程式开起来 然后那个程式位置又在哪里 这两个指令就 在动态的时候很方便可以找到 然后也可以看一下 可能tamp mount 这些静态的时候不会出现的档案 也可以稍微描一下 然后如果这边做完了 就是拿到动态资讯的时候 你要做一些简单的攻击 又可以回去做 因为有可能你会有拿到新的程式 然后再继续做一些简单的程式分析 然后这时候可能就可以做一些 比较多一点攻击 然后如果有时间的情况下 你可以再做一些比较进阶的攻击 就是网 刚刚Explore2做 你可以像是把GDP Server 或GDP之类的debug工具丢上去 可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 这些工具 你可能在一般电脑编好是x86的架构 然后你要丢上去之后 它上面是跑arm或mips的话 你要编成那些架构才能丢上去 然后它才会正常执行 或是装一些可能封包流量的工具 然后装完之后 如果你要做下一步的话 就可以做比较复杂的exploit 然后这一步的话就是 比较复杂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就拿不需要登录 也可以做到的remote cohesion 然后这一步的话 像是你可以找一些 Stack或HIP overflow 然后好处是这些设备 就是IoT设备可能装置里面 可能系统都比较旧吧 就是他们可能有一些保护会没有开 像是AZLA或是Stack Canary 或是REI 就是GOT不可写的保护 通常都不太 就是在IoT装置上 通常这三个保护不太会有 然后有时候最惨的是 连DP都没有 就是你的Stack可以执行程式的保护 然后比较难做的 它有可能是ARM或MIPS的CPU架构 所以跟一般可能我们比较常做的 就是CTF比较常出现的X86架构 会有点差别 然后也可以找一下可能厂商自己开发的Protocol的弱点 也算是在比较复杂的漏洞这边可以做的事 然后就刚刚算是整个流程跑过了 然后就可以开始做一个 我之前的Report 然后就大概跑一次刚刚那个流程 然后这是目标的机器是这一台 对如果有兴趣也可以找一下 可能自己抓来打之类也可以 然后这一台的话是之前做PT的时候找到的 对 然后所以下面有些截图其实没有截很完整 就是因为当时就截案了 然后后来就没截到 然后可能就只有当时的截图 对 然后拿认体的话就是刚刚第一步嘛 就是拿认体 其实官网就可以拆到了 然后下面那个就是 然后上面还有一个 Valueability Fix 对 那个就是应该就是修好了那个 然后刚刚讲说就BingWork 其实剪EM就可以全部拆掉了 只是它其实有一大堆 就爆了一大堆东西 然后这样拆的话其实不是很干净 然后这边讲一个对这个任体 比较干净的拆法 就是你其实直接File看它的话 可以发现它是Debian Binary Package 就是用DEB的方式打包的 然后你Google一下可以发现 DB其实就是用GZIP加TAR保存的 所以你就直接把它当.trg 解压缩之后就可以发现 它有两个压缩档 然后再继续解压缩就可以拿到 那里有一个像Filesilton的东西 然后看一下 就是File一下它 发现它真的是一个 SquatchFS的Filesilton 对 然后BingWork-1就可以 内建就可以把它解掉 可是这里要注意的是 BingWork它用简易的话 应该说要把Filesilton拆掉的话 它会是把它挂起来 然后再拿出来 对 所以这个通常要在Line之下 才能跑成功 除非你用其他方法拿出来 然后 就 这个就是拉出来的结果 就可以看到一大堆的档案 然后就可以开始对这些档案做分析 然后 就可能要做一些时间 应该说蛮久的 对 然后找完之后 我就直接列出我找到了几个弱点 就是我直接在这个 什么鬼的 点-admin.pw 有一个档案中 然后看到一个 看起来像后门的东西 然后这个 其实要做直接拆的话 应该 没人会去拆什么 onvif这个账号 对 然后 它有这个 看起来像是后门的账号 账命 然后上面那个admin的命 就 也可以先留着 然后后来我就直接登进去看看 然后就真的登进去了 所以只要有这台设备的 你就直接用这组账号 就可以直接登进去 然后稍微讲一下就是 这边有打马赛克 就是 用登进去之后 我就看一下 就是这台设备的 改username的地方 改username的密码的地方 然后稍微看一下 这里是 好像没有这个 onvif这个账号 在里面 所以代表这组账号 是完全不能改的 就是连官员也不知道有这组账号 然后上面有admin 那个应该是可以改的 就是刚刚前面 前面 应该是前面那个 那个应该是可以改掉的 可是后面那组 是连管理员都不知道的 所以可以猜 它应该就是一组 后门的密码 对 连这台设备的管理员 应该都不知道的 然后它还可以新增账号 就是我直接新增了一个test的账号 然后可以发现 我新增完的 全线是有admin的全线 所以代表这组全线 应该也蛮高的 所以代表它 是一个后门账号 而且又有人面的全线 然后就稍微断一下就可以发现 这里看起来应该是挺车长 而且天很黑又很暗 然后 然后 这时候是晚上的 它其实是彩色的 只是因为是晚上 所以是黑白的 看起来像黑白的 然后 接下来就是讲第二个漏洞 就是对 就是找到另外一个漏洞 对 然后这个档案的话 是在这个 看起来像web目录下的 admin.tutkid.lua 就是这个档案 然后它是用lua写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 然后它 source code长这样 可以稍微看一下 对 然后之前其实我也看不懂 lua在写什么 应该说 我没有看过lua 可是它看起来 其实跟python有点像 所以其实也可以 很快就找到这边 它第一行就是读 使用者的输入 然后第二行是 就把它format接进去 然后第三行 就直进comment 所以看起来就有commentation 然后 实际拿去测的话 就真的有commentation 然后这里没有截图 是因为 当初就没有截到 然后 就它有commentation 可是这个commentation 要登录才可以用 可是 它一拿到就是root前线 对 刚刚有讲说 这个其实很常出现在 IoT设备上面 可是如果 刚刚还记得的话 我们还有一个后门账号的 后门的账密可以用 所以其实这两个组起来 你就可以做到 直接登进去嘛 就直接把它打爆了 然后稍微看一下 就是 就一行指令就可以做到 你就下ls 就可以ls嘛 然后下面这边的话 就下who am i 然后就有 就可以看到下面是root 对 然后这是 就是这个漏洞的 相关的细节 然后其实可以发现 这两个漏洞 其实都蛮简单的 可是如果你用 你知道方法可以找的话 就很快可以 也不是很快 就是比较 聪明的找法 就可以方便的找出来 对 然后后来的话 就是在做这份投影片的时候 我就稍微翻一下它的更新档 然后 稍微看一下 它那个刚刚的compensation 的地方 它好像有修 就是多了 如果你的输入有分号 就不让你执行 如果你的输入有pipe 也不让你执行 对 然后如果会compensation的人的话 其实可以知道 应该还有不只一种方法 可以绕过 这个修法 只是后来 我就没有设备去测 所以 也就没有继续通报 对 然后就是大概 这个流程已经结束了 就是 你就透过这个流程 就可以做到 蛮多 应该说就可以做到 类似百箱测试的感觉 然后谢谢大家 不知道台下有没有朋友想要发问 这一场大家都很害羞 那只好我来发问了 好 因为我觉得IoT设备 其实蛮有趣的 就是包含 包含说这个 像你刚刚研究的IP CAM 或者是说各种家用的这种 智慧家电等等 那如果台下有一些人想要学的话 你会建议他们从哪边开始学 哪边开始学 对 或是从哪边 寻找怎样的资源 或是从什么东西开始研究 会有比较好 比较好入门 因为你的经验已经比较多了 那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 我一开始是先 我一开始的话是先打 比较简单的CTF 然后像是这些的话 其实用到的技能点 可能不是很深 可是我是各种技能点 都稍微点一下 对 然后就是只要 稍微知道各种能力的 基本值的话 可能就可以跑去做IoT测试 对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你太强 然后IoT设备太烂 所以 没有没有 就是IoT设备 其实都蛮烂的 就是他们写的 不是 有怎么说 就是他们 可能 比较没有人会去找他们干嘛 就是 好我来 我来帮你翻译一下 就是IoT设备 目前比较少考虑之战的问题 对 对 谢谢 好 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想要发问 没有的话我先颁个奖好不好 好 一样 感谢玉鼎的分享 掌声 掌声鼓励一下 掌声鼓励一下 好 谢谢 谢谢 好 最后一点时间 不知道各位 刚刚听到 包含说 我们Zero Date 这边的这个 平台的分享 还有三位通报者的分享 那其实你们 会发现说 三位分享的 这个不管你说是漏洞 或者是研究的内容 都有点不太一样 那你们 应该会有一些 想法跟问题 想要询问 不知道 有没有什么想要问的 要问我也可以 要点名 刚刚三位 第一位叫 Chris 第二位是这个Jack 还有第三位 玉鼎都可以 你们竟然敢让我冷场 好样的 都没有要问吗 没有要问 我要问你们喔 我记得好像那个 有定一个IoT的一个 认证的标准嘛 那像这些设备 如果认证这些 标准过了之后 这些漏洞会 还会出现吗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不然我们来请一下 玉鼎你想回答吗 不想回答 其实像 不管说是IoT设备 或者说是网站 其实都有各种的标准 我觉得标准有一个难处 是在于说 它只能够 涵盖到比较common的一些问题 它比较难涵盖到一些 太过技术 或者比较刁砖的问题 所以有过认证 有过标准的话 应该是说 它可以做到一定的等级 但不能够说 它百分之百是安全的 所以一定要找说 像是玉鼎这种 就是专门做研究的 或者找一些资安公司 做完检测之后 才会是比较能够说 它是更可靠的 玉鼎我这样回答OK吗 好 对 大概是像这样子 来再开放几个问题 不好意思 我想问一下就是 像你们这样子 如果有去 做一些深入测试的话 那会就是 告知对方说 有这个漏洞 会去建议他们如何修正吗 OK 这问题问得超级好 通常不管是说 像ZERO DAY做漏洞通报 或是民间公司 做这个资安的检测 它并不是只是 挖到漏洞 或是把你打 挂掉之后就没事了 它一定是得要跟你说 我找到了什么 我怎么找的 有一个重点是 它一定是要可重现的 例如说 我今天找到这个 我可能用Sequel Map去跑 但客户可能 不会用Sequel Map 所以等于是 我们要跟他说 你就输入这一个 Payload 到这个网址 输入了这一串东西 输进去之后呢 你的账号密码 就跑出来了 那这样的话 客户就可以replay 那他就可以知道说 OK 这个漏洞 是确实存在的 那再下一步就是 我该怎么修 也就是说呢 不管是公司 或是通报 都会需要给建议 例如说 我今天 发生一个Sequel Injection 那我建议你该怎么修 那在Zero Day上面的话 除了说 通报者他有个栏位 是建议之外 那Zero Day 他也会自己去取一些 像是 不管说是 MITRE上面的这个 CDAB 它的一些漏洞 描述跟建议 所以企业组 只要看到这个漏洞 就会知道说 Sequel Injection 我要prepare statement 我要做怎样的过滤 我要做怎样的全线控管 所以说 描述怎么修复 这个是必要的 那再多提一个 比较有趣的 就是前陣子 前陣子我在跟朋友提 他们说 有一个困境在于说 企业他不一定知道 该怎么修 并且他不一定会去修 像我们会 我们有的时候 会找到一些系统 它是委外的 委外的系统呢 那其实企业组 他没办法修 那他就跟那个厂商说 我买了 我买了你一个设备 然后呢 被资源公司说有问题 那你帮我修好不好 那那个设备 原厂就说 我不修 因为我不知道 那个是什么 那这样的话 这样的情况下 该怎么办 其实是很难解的 所以很多企业他因为在 采购委外的 系统的时候 导致他有 他有这样的问题 没办法修复 因此呢 在国外 其实有一种服务 很特别 在台湾还没有 所以有想开公司的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这个这个 对不对 他们有一种公司是 专门帮别人修漏洞的 所以就是说 当企业呢 发现有问题了 不管是找PenTest 做Retiming 然后做警测 发现有漏洞之后呢 他没办法修码 他要找那个 找那伟外的团队说 我把报告给你看 我的设备是这个 我的网站是这个 我的原始码也交给你 我的Share 可能也交给你 然后请你帮我修复完毕 所以那个委外的公司的任务 就会是 把这个Security Report 完全修完 那这个就是国外的 那种公司 采取的这个 服务 那在台湾还没有 那 所以 有想要创业的 资安其实还有很多事情 可以做 好 回答完毕 有没有什么 其他问题 请说 我想问一下 刚刚那个Chris 提到那个GATS漏洞 因为就是台湾现在有很多电商网页 那 GATS 把GATS换成GATS 这个应该是个Zero Day 就是大家都 那 所以这些电商网页 他如果GATS进得去那个 就是 刚刚Admin的地方 然后他可以做Security Injection的话 感觉起来什么东西都会被捞出 那 想问一下有没有 现在是哪些网页 就算他把GATS换成那个GATS 也没有用 或者是说 就是 他如果有做哪些设定 就不会受到 这个漏洞的搏击 这样 好 这个问题是挺好 因为其实我刚才是没有时间去说太多这个东西 其实刚才也说过 其实我是做一个的 限制的时候 我只是说 我只有GAT 还有Post Request 才做认证嘛 然后其实我可以反过来就是说 如果 就是其实我们可以做所有 limitation 就是如果我们去那个部分的位置的时候 全部都要做验证 我不管你是GAT还是Post 什么的 是要做认证 第二个部分 其实 这一个的漏洞是 有一些限制的 就是不是 就是有一些configuration要 就是要看那个server configuration 不是每一台也是可以vulnerable 所以就是要看 就是要测试一下 有没有这个GAT的问题 我们才知道可不可以进去 这样子 这我也帮忙补充分享一些经验 就是有很多vendor在修漏洞的时候 他们会选择的 他们修复的层面会太窄 例如说像刚刚Chris所说的 他们可能就是 由GAT进来之后的东西修了 Post进来的东西修了 但前面的那个master 他没有去做再更前期的一些这个 所以他的意思 他只修了比较后面的stage 在前面的他反而是没有看到 所以说在做资安检测 或是做资安修复的时候 你要去看整个whole picture 到底整个系统整个流程是什么样子 然后哪些环节 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这样才比较完整一些 所以这也给大家一些新的思路 如果说你今天被一些 目录权限限制住的时候 尝试看看换master 可不可以有一些更多 绕过的方法 没有问题啊 好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最后的广告时间就是 he come zero day 欢迎大家多使用 那我们现在就是 不管你要来通报漏洞 或者说各位 如果你是在公司上班的话 你们可以直接去注册组织帐号 那我们有些自动验证的方式 只要你是domain owner 你就可以直接升级成组织帐号 那有帐号之后呢 你就可以去彰贴你的职缺 或者说你想要去跟通报者 做一些沟通 你要给他奖励 你要挖角他来做工作 都OK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 自由帐分享会 感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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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